他近来觉得孤冷的可怜 他的早熟的性情竟把他挤到与世人绝不相容的禁地去 世人和与他的中间借在那道屏障 越足越高了 天气一天一天的清凉起来 他的学校开学之后已经快半个月了 那一天正是九月的二十二日 晴天一闭 万里无云 中古长兴的角日依旧在他的轨道上 一层一层地在那里行走 从南方吹来的微风 同行酒的穷江一般 带着一种香气 一阵阵的浮上面来 在黄苍未熟的稻田中间 在湾区同白线寺的乡间关道上面 他一个人手里捧着本六寸长的 Wordsworth的诗集 竟在那里缓缓地读步 在这大平原内四面并无人影 不知从何处飞来一声两声的远废声 悠悠扬扬地传到他的耳膜上来 他眼睛离开了书 同做梦似的像有犬肺声的地方看去 但看见一重杂树 几处人家 同榆林寺的乌瓦上 有一层薄薄的盛气楼 同青沙似的在那里飘荡 这样叫了一声 他的眼睛里就涌出了两行青泪来 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呆呆地看了好久 他忽然觉得背上有一阵紫气的气息吹来 稀索地一响 到旁的一只小草竟把他的梦境打破了 他回转头来一看 那只小草还是颠摇不已 一阵带着紫罗兰香气的和风 温微微地喷到他苍白的脸上来 在这清河的早秋的世界里 在这澄清透明的乙态中 他的身体觉得同陶醉似的疏软起来 他好像是睡在慈母怀里的样子 他好像是梦到了桃花园里的样子 他好像是在南欧的海岸 躺在情人膝上在那里摊午睡的样子 他看看四边 觉得周围的草木都在那里对他微笑 看看苍空觉得悠久无穷的大自然 微微地在那里点头 一动也不动地向天看了一会儿 他觉得天空里有一群小天神 背上插着翅膀 肩上挂了弓箭 在那里跳舞 他觉得乐极了 便不知不觉开了口 自言自语地说 这里就是你的避难所 世间的一切用人 都在那里嫉妒你 轻笑你 愚弄你 只有在大自然 这中古长星的苍空角日 这晚下的微风 这初秋的亲戚 还是你的朋友 还是你的慈母 还是你的情人 你也不必再到世上去 那些轻薄的男女共处去 你就在这大自然的怀里 淳朴的相间终老吧 这样说了一遍 他觉得自家可怜起来 好像有万千哀怨 横更在胸中 一口说不出来的样子 含了一双青泪 他的眼睛又看到 他的手里的书上去 看了这一节之后 他又忽然翻过一张来 脱头脱脑地看到 那第三节去 这也是他进来的一个习惯 看书的时候并没有次序的 几百页的大书 更可不必说了 就是几十页的小册子 如爱美生的自然论 沙罗的逍遥游之类 也没有完完全全 从头至尾读完一遍过 当他起初翻开一册书来看的时候 读了四行五行或一页两页 他每被那本书感动 恨不得要一口气 把那本书吞下肚子里去的样子 到读了三页四页之后 他又生起了一种联习的心来 他心里似乎说 像这样的起书 不应该一口气把它念完 要留在细线咀嚼才好 一下子就念完之后 我的热望也就不得不消灭 那时候我就没有好望 没有梦想了 怎么使得呢 他的脑里虽然有这样的想头 其实他的心里早有一些厌倦起来 到了这时候 他总把那本书收过一边 不再看下去 过几天或者过了几个钟头 他又用了满腔的热忱 同初读那本书的时候一样的 去读恋外的书去 几日前或者几点钟前 那样的感动他的一本书 就不得不被他遗忘了 放大了声音 在 在卫尺沃斯的那两节诗读了一遍之后 他忽然把这一首诗 用中国文翻译了出来 孤疾的高原歌道者 他想想看 The Solitary Reaper 诗题只有如此的一法 你看那个女孩 她只一个人在田里 你看那边 那个高原的女孩 她只一个人冷清清的 她一边歌道 一边在那唱着不已 她忽然停了 忽然又过去了 轻盈体态 风光细腻 她一个人歌了 又重把道耳捆起 她唱的三歌 颇有些悲凉的情味 听啊听啊 这幽谷深深 全充满了她歌唱的轻音 有人能说否 她唱的就是什么 或者她那万千的吃花 是唱的前代的矮歌 或者是前朝的战士 千兵万马 或者是些坊间的俗曲 便是目前的家常闲说 或者是些天然的哀怨 必然的丧苦 自然的悲楚 这些事 随时过去的回思 将来想 亦必有人指数 她一口气 溢了出来之后 忽又觉得无聊起来 便自嘲自骂地说道 这算是什么东西啊 岂不同教会里的赞美诗歌 一样的乏味吗 英国诗是英国诗 中国诗是中国诗 又何必溢来溢去呢 这样说了一句 她不知不觉 便微微笑起来 向四边一看 太阳已经打斜了 大平原的彼岸 西边的地平线上 有一座高山浮在那里 饱受了一天残照 山的周围 酝酿成一层 朦朦胧胧的蓝气 反射出一种 紫不紫 红不红的颜色来 她在那里 出神呆看的时候 嗑得咳嗽一声 她的背后 忽然来了一个农夫 回头一看 她就把脸上的笑容 改装成一副 忧郁的面色 好像是她的笑容 是怕被人看见的样子 她的忧郁症 越闹越甚了 她觉得学校里的教科书 针筒嚼辣一般 毫无半点生趣 天气清朗的时候 她没捧了一本 爱读的文学书 跑到人籍罕志的 山腰水畔 去探那孤疾的身位去 在万籁聚集的瞬间 在水天相应的地方 她看看草木虫鱼 看看白云碧落 便觉得自家 是一个孤高傲视的闲人 一个超然独立的赢者 有时在山中 遇着一个农夫 他便把自己当作了 索罗亚斯特 把索罗亚斯特所说的话 也在心里 对那农夫讲了 她的melancholia 也是同那hypochondria 成了正比例 一天一天地增加了起来 在这样的时候 也难怪她不愿意上学校去 去做那机械一样的功夫去 她竟有连接 四五天不上学校去听讲的时候 有时候 她到学校里去 她每觉众人都在那里 凝视她的样子 她必来必去 想避她的同学 然而无论到了什么地方 她的同学的眼光 总好像怀了恶意 设在她背脊上的样子 上课的时候 她虽然坐在 全班同学的中间 然而总觉得 孤独得很 在仇人广众之中 感的这种孤独 倒比一个人 在冷清的地方 感的那种孤独 还更难受 看看她的同学 看 一个个都是 兴高采烈的 在那里听先生的讲义 只有她一个人身体 虽然坐在讲堂里头 心思却同飞云 试电一般 在那里坐 无边无际的空想 好容易下课的 钟声响了 先生退去之后 她的同学 说笑的说笑 谈天的谈天 个个都 同春来的 燕雀似的 在那里坐了 只有她一个人 锁了愁眉 舌根好像被千军的 巨石锤柱一样 的样子 悟得不作一声 她很希望 她的同学 来对她说些闲话 然而她的同学 却都自家 管自家的 去循环做乐趣 一见了她 那一副愁容 没有一个 不抱头奔散的 因此 她越加怨 她的同学了 她们都是日本人 她们都是 我的仇敌 我总有一天 来复仇 我总要 负她们的仇 一到了悲愤的时候 她总这样的想 然而 到了安静的时候 她又不得不 嘲骂自家说 她们都是日本人 她们对你 当然是 没有同情的 因为你想得 她们的同情 所以你怨她们 这不是你自家的错误吗 她的同学中的好事者 有时候也有人 来向她说笑的 她心里虽然非常感激 想同那一个人 谈几句知心的话 然而口中 总说不出什么话来 所以 有几个解她意的人 也不得不同她疏远了 她的同学日本人 在那里欢笑的时候 她总疑她们 是在那里笑她 她就一下时 红起脸来 她在那里 谈天的时候 她们在那里 谈天的时候 若有偶然 看她一眼的人 她又忽然 红起脸来 以为她们 是在那里讲她 她同她的同学中的距离 一天天地远背起来 她的同学都以为 她是爱孤独的人 所以谁也不敢 敬她的身 有一天放课之后 她挟了书包 回到她的旅馆里来 有三个日本学生 同她同路的 将要到她 寄遇的旅馆的时候 前面忽然来了 两个穿红裙的女学生 在这一区 室外的地方 从没有女学生看见的 所以她一见了 这两个女子 呼吸就紧缩起来 她们四个人 同那两个女子 擦过的时候 她的三个日本人的同学 都问她们说 你们上哪儿去 那两个女学生 就坐起叫声来回答说 不知道 不知道 那三个日本学生 都高声笑了起来 好像是很得意的样子 只有她一个人 似乎是自家 同她们讲了话似的 匆匆跑回旅馆里来 进了她自家的房 把书包用力的 向席上一丢 她就在席上躺下了 日本室内都铺的席子 坐也席地而坐 睡也睡在席上 她的胸前还在那里 乱跳 用了一只手整着头 一只手按着胸口 便自嘲自骂地说 你既然怕羞 何以又要后悔 既要后悔 何以当时 你又没有那样的胆量 不同她们去讲一句话 说到这里 她忽然又想起刚才 两个女生的眼波来 那两双活泼泼的眼睛 那两双眼睛里 却有惊喜的意思 含在里头 然而又仔细地想了想 她又忽然叫了起来说 呆人 呆人 她们虽有意思 与你有什么相干 她们所送的秋泼 不单送给那三个日本人的吗 哎 哎 她们已经知道了 已经知道我是支那人了 否则她们何以不来看我一眼呢 复仇复仇 我总要负她们的仇 说到这里 她那火热的夹上 忽然滚了几颗冰冷的眼泪下来 她是伤心到了极点 这一天晚上 她记得日记说 我何苦要来到日本来 我何苦要求学问 既然到了日本 那自然不得不被她们日本人轻武的 中国啊中国 你怎么不富强起来 我不能再隐忍过去了 故乡岂不有明媚的山河 故乡岂不有如花的美女 我何苦要来到这东海的岛国里来 到日本来倒也罢了 我何苦又要进这该死的高等学校 她们留了五个月学回去的人 岂不在那里想荣华安乐吗 这五六年的岁月 叫我怎么能挨得过去 受尽了千辛万苦 积了十几年的学士 我回国去 难道定能比他们来胡闹的留学生更强吗 人生百岁 年少的时候只有七八年的光景 这最佳最美的七八年 我就不得不在这无情的岛国里 虚度过去 可怜我今年已经二十一岁了 搞木的二十一岁 死灰的二十一岁 我真还不如变了矿物质的好 我大约没有开花的日子了 知识我也不要 名誉我也不要 我只要一个能安慰我 体谅我的心 一副白热的心肠 从这副心肠里生出的同情 从同情而来的爱情 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 若有一个美女 能够理解我的苦楚 她要我死 我也肯的 若有一个妇人 无论她是美是丑 能真心真意地爱我 我也愿意为她死的 我所要求的就是一个异性的爱情 苍天啊苍天 我并不要知识 我并不要名誉 我也不要那些无用的金钱 你若能赐我一个伊甸园内的衣服 使她的肉体与心灵权归我有 我就心满意足了